平常自己吃外食比較多 在蔬果攝取上面可能會比較少 平常工作時間比較慢 可能都是吃素食類 因為講求時間要快一點 漢堡啊那些的炸雞 蔬菜可能不開購 平常就是上班比較忙 都是外食很難兼顧每一餐都有蔬菜 可能也只能去超商買蔬果汁喝之類的 根據報導現在有90%的國人蔬果攝取量不足 而剝蜜果菜之則推出了專打不吃菜年輕人的創意廣告 而這創意決策則來自於總經理本人 這個在市場上推出以後有不錯的回響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能不能在其他實體的場景裡面 創造更多不同的話題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的品牌精神 是把這樣一個健康飲食的觀念傳達給所有年輕人以及各個族群 成為熱門話題的剝蜜果菜之 現在更將創意帶進捷運車廂內 專打不吃菜的年輕人再加上舞蹈場的創意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武館不管是在電影裡面或是電玩 都是年輕人很熟悉的一個打鬥的場景 捷運車廂又是年輕人會運用到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部分結合在一起 也希望說讓年輕人覺得有趣吸睛 甚至願意來這邊打卡分享 把這樣的一個均衡飲食的概念 能夠很自然而然的生殖在這個腦海中 在後疫情時期更應該多攝取蔬果 注意均衡一下的飲食習慣 有機會來到捷運舞蹈場 也別忘了打卡提醒自己多吃蔬果喔